传出这样的有毒食品的问题呢 那么继毒奶事件之后 现在又传出了有这样的毒蓬松剂 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呢 在一些包括像是泡芙啦 还有油条当中呢 都会参有这样的蓬松剂 那么蓬松剂是做什么用途呢 也就是所谓的氨粉 那么让这个表皮呢 能够来蓬松 能够来酥脆 那么其实这样的氨粉呢 现在被卫生署查出了说 含有过量的三聚氢氨 而且我们看到了 380吨已经流入市面 都做成了食物被民众吃下肚了 很多民众很害怕 所以今天上午呢 这个早餐店 这个油条店里头 点油条的人真的明显变少了很多 但糕点师傅也赶紧自清 说呢其实会用到氨粉 这种蓬松剂的食物呢 大部分呢都是像是油条啦 叉烧包跟沙奇嘛 那么比较有少数的业者 因为为了省钱 才会用在泡芙跟中式洗饼上头 油锅里金黄酥脆的油条 是中式早餐店热卖商品 但现在卫生处查出油条里的 膨胀剂鞍粉 还有过量三聚氢鞍 消费者各个人心惶惶 买油条的人也相对变少了 还是会避免啦 对 因为心里还是会担心啊 这都是怪怪的 心理上还是毛毛 有人问马迹 原料安不安全 是每个客人上门问的第一句话 让连锁豆浆店赶紧挂保证 用的是无毒原料 不过除了油条外 有漂亮十字开口的叉烧包 也在危险范围内 高点师傅说会用到鞍粉的食物 一般是油条 叉烧包 沙奇马 主要是让表皮膨胀酥脆 不过有些食物 也有可能会用到鞍粉 像是海带 鱿鱼的发泡膨胀 另外 泡芙和中式奇品 其实用奶油就可以制作 不过有业者为了省钱改用鞍粉 至于其他的高点面包 用的都是酵母 或是小苏打 这件事情 面包业人 算是受害者 到底需不需要 我觉得不需要 对 那个跟面包来讲 没有影响到 也不会说放奶油会比较好吃 一般面包中制作过程 根本用不到鞍粉 面包业者急着自欣 就怕消费者受毒奶粉重创的信心 会因为毒鞍粉在受影响 让好不容易回温的身影 又已落前障 专门新闻 科学章五婷 开北过劳